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带大家回到资贺旋的一个滑雪场 滑雪场我们从这边大阪开车过去的话 只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能到了 这个滑雪场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过去玩的 而且交通是非常方便的 今天我会跟朋友开车过去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如果其他朋友在大阪或者在京都出发的话 从京都出发就只需要45分钟的时间 是非常非常的近的 好了 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出发吧 Let's go 我们把那个行李先放在车上 今天呢 我有两个朋友跟我在一起 都是从香港过来的 看到他们的装备嘛 然后呢 这个呢 这是我的装备 这个包的话 二十斤就肯定有 三十斤应该不到 二十斤就肯定有 很多人说 哎 这台车就是 是陈飞机卖给我朋友的那台车了 但是呢 今天呢 陈飞机是不会过来的 如果呢 对陈飞机的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下一次 等他带你们去测醉 再看看日本的测醉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出发了 麦当劳的早餐 麦当劳的早餐 这个呢 我确定应该在国内的 跟香港呢 台湾都没卖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呢 是在日本土油的一个包来的 这个呢 它的那个外皮呢 它都不是那个普通的那个 我们叫做松饼的 比较硬的那种 它不是 它是那种软软的 那个好像 那个叶香饼的那种 向下夹下去的 所以呢 这个呢 是甜甜的 那个口感是甜甜的 如果呢 下一次呢 大家来到日本的时候呢 在飞机场呢 是肯定有麦当劳的 如果呢 那个飞机是非常早的话呢 不妨大家可以试试这个 因为这个呢 我是很推荐大家去吃的 这个是真的很好吃 然后呢 在国内呢 或者是在香港是吃不到的 好了 话不多说 我先吃了 我肚子真的很饿 各位 我先吃了 Itadakimasu 好的 我们现在呢 来到这个中途的服务区 OK 前面看到呢 已经有雪了 好 我们开车了大概是一个小时 15分钟左右吧 还有45分钟的路程 这边呢 我们来到那个小小的服务区 可以看到有便利店啊 洗手间啊 那个地方 如果大家 如果下次过来玩的话呢 开车过来呢 可以停这边 因为呢 还上一下45分钟的路程 好啦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白树神社了 我们看一下吧 那么这个神社呢 是建于1900年的 那这边看神社的话好像没什么太大的特别 但是呢 这是重点在前面这个鸟居 这个鸟居呢 就是一个我们叫水中鸟居 那因为呢 它是在日本呢 是最有名有三个 一个呢 就是在广岛的 一个呢 就是在这边 有一个呢 就是在驰骋的 以前呢 那个位置呢 是可以走楼梯下去看的 但是呢 现在就因为人太多了 所以呢 可能有机会是封掉了 没关系 那我们这个呢 看出去外面呢 这不是海来的 那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日本最大的湖 这个叫做琵琶湖 蛮舒服啊 可以看到这个路牌 我们都坏到了哦 我们在这边 右转 有点奇怪 这个物件 究竟多小钱 今天还好 人不算是很多 可以安安静静的怀上 这边呢 要收停车费的 等我一下 我先把那个停车费先交了 那我们来到这个滑石场呢 我们看一看它的外观吧 这边呢 要坐那个缆车上去呢 大概坐15分钟左右的那个缆车呢 才到那个滑石场那个地方的 这边外面呢 都是一个停车场的那个位置来的 看到很多小朋友 因为这边呢 一个滑石场呢 不是很大 所以呢 它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过来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滑雪的那个柳金嘛 那个一亿卷的话呢 这是那个缆车券 这十千九百块 然后呢 它也会有那个买那个衣服 租那个衣服呢 跟租那个工具的那个地方的 那个价格呢 也是四千多吧 我应该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四千多吧 但是这边的话呢 它经常都有那个优惠的 你们大家如果想要过来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官方网页 这边呢 这是它那个地图了 所以呢 这个滑石场呢 很小的 好了 那我 我先把我的滑石板先拿了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坐那个缆车上去吧 等一下呢 拍一下那个缆车上面的外观 给大家看一下吧 拜拜 好了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这个在缆车上面呢 就是这个景观 它等一下再往高一点点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我们也 comfy 我们就放在下车上去 看应该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于臂咱们 这个帮我扩的那边 加达到今天我也担在一下 我觉得 furious 这是一个的推出 我们现在au势的地方 大概是不是不能同时 去看一下,我们快到咯 好啦,等一下带大家进去里面看一下吧 那我们来到这个华石桥那个地方咯 看一下 在左手边,左手边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那个初级的 我等一下带大家去逛一下吧 这边呢也是初级的 有看到这个给围囊回住的那个地方吗 那个地方呢就是给小孩子玩雪盆的那个地方的 或者是刚刚练习滑雪的时候呢 就可以走到那边去缓 都可以练习的 所以呢那边的话呢其实 因为它不高啊 雪盗也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呢就挺适合小孩子一家大小过来玩的 好啦,那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吧 那里面的话呢 就是有那个租工具的那个地方 你如果没滑或或者没有工具的话 在这边填好单字 这边呢就是审明字 男女年龄住所 都有写犯定的都可以 你电话号码 然后你要租的什么东西 比方说你要租的这个是 滑雪板的这个工具 滑雪板跟那个衣服的 或者是你公司要板子 公司要鞋子 或者公司要那个学杖 或者是呢 你要在学地上面呢 走路的那个鞋子呢 或者是VR 就是衣服的下面或者下面 它都有 然后呢 接下来好单子以后呢 就在这边 给钱 以后呢 他会给你一个小票 在前面这个位置呢 这是男衣服 这是男衣服 然后呢 前面那个位置呢 就是把它放鞋子的 把哪个鞋子拿好以后 都是到前面去拿板子的 一整条一个腹部很简单的 好了那我们出去外面去滑雪吧 哈喽我们已经换好衣服了 换好衣服以后 我们就是要准备什么东西 现在我今天就是 我所有的装备都是我自己 我先介绍我自己什么东西 这边我有一个头盔 然后还有一个护目镜 还有一个太阳眼镜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滑雪的时候 这一个Gokuro有时候太大 所以我会配一个太阳眼镜的 然后滑雪衣 手套我是有两双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滑雪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是很冷 或者是风很大的时候 我会在这边配备真正的滑雪手套 这一个的话因为很方便 才可以按手机 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手套 然后还有一个帽子 因为那个发型乱了就没办法的 所以我就是有一个帽子 挂在身上的 滑雪褥也是不要配的 然后后面我有一个水瓶 因为我经常就是很口渴的 所以我容易口渴的 但是我没可能放在那个水瓶 放在包包里面 所以我专门买了这个东西 然后这边我还有一个急救包 急救包就是很简单的一些 包扎的用具也会放在里面 也会放在里面 也会放在手套 一些比较是简单的剪刀 那种东西的话 我会放在里面 好了 然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腰包 这个腰包是放什么东西呢 我是今天因为我要拍摄的东西 所以我会把钓上机 那些都放在这个包 平常的话我去滑雪 我一般都是放地图的 还有放什么东西呢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我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板锁 这个板锁呢 如果我们去到一些比较大的 那些滑雪场的话 那个板子都很多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是谁 所以只带一个板锁 别弄了还有一个螺丝刀 这个打滑雪刀 因为这个螺丝刀的话很好用 有时候呢 那个板子要有什么调整的话 就可以马上去调整 就不用去 再去三角上面去调整 好了 我们这一根就是我会佩戴的 滑雪工具了 不知道大家你们滑雪的时候 会带什么东西呢 再留言告诉我们吧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过去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穴道吧 Let's go 那么我们准备就坐这个 南车上去咯 来到这边 好了 我们到了 这个暖车咯 就准备站起来咯 好啦 那Alan带大家去玩一下 初级那个雪道是怎么样的 抖不抖的呢 然后我们一直走 那挺欢的 所以拿这边做 能做练习的那个东西来 挺多的 然后呢 一只转弯就在这边 然后呢 就不要收 不要收 一直维持那个速度呢 我们就直接进去里面那个 坐 南车的那个地方了 那我们准备吃饭咯 给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餐厅在哪里吧 餐厅在下面那个小屋的那边都有餐厅的 那左手边你看到前面有两个小屋的 左手边的那一个呢就是吃拉面的 右手边的那一个呢就是吃哪个咖喱猪排饭呢 或者是乌冬的 然后呢我们再往下面看一下呢 那个橘子围着的那个呢 啊那个呢就是给小孩子练习的那个地方 跟玩雪盘的那个地方 其实呢这个雪道呢也不算是特别的陡 那我们走吧 我们去吃饭吧 他就是给你摆板子的那个地方 那这要注意的啦 你放的板子呢 继续要放在哪里 你不然的话呢 会忘记这回事的 好了我先吃饭了 待会见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哎这边有什么东西吃吧 冷鸡粉 炸鸡 香肠 章鱼椒 咖喱乌冬 乌冬面 咖喱 咖喱 咖喱猪排 甜的咖喱猪排 然后就是有 那个汉堡 汉堡肉 那个咖喱 这个呢有点辣辣的 有个 鸡肉的 装饭 这个就是炸鸡 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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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鸡排饭 炸鸡排饭 有个 W 鸡肉 就是有鸡肉的那个丼饭 这个就是插销的饭 这个日本插销 那这没有了 然后呢 我打算到旁边去吃个拉面 吃完干碗就回来了 哈喽 那我们回来了 吃完干碗就回来了 然后今天 现在呢下午呢 那个 警示呢 会有点轻一点点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我就是滑下去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有 这边有很多滑雪道 但是无方式只有三条 四条 就这边有八条 我们等一下呢 带你去看一下 大家有看到吗 前面呢 那个呢 就是琵琶湖来 小石 那么 七万 一 Well 七 day 这一 一 只是 bi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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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